主料,西葫芦350克,主量,鸡蒲肉1个,葱花,盐,生抽,鸡精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鸡蒲肉切丁,加入绍酒,盐,淀粉,抓匀,腌渍,西葫芦切片,平底锅烧热,倒入油,加入葱花包香,加入了腌好的鸡肉丁,煸炒至变色,加入西葫芦片,煸炒,加入盐, 倒入少许生抽,搅拌均匀,炒至西葫芦变软即可出锅,出锅前可以加入少许鸡精,烹炼技巧 1.鸡肉事先腌四,加入少许淀粉,口感会更加喜嫩 2.西葫芦一熟,富宜久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